大家好 Puccini最后一部歌剧 《杜兰朵 托兰朵》 大家都一定很熟悉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中国 所以相信大家都会理所当然地觉得 托兰朵应该是一个中国公主 但如果我跟大家说 托兰朵根本不应该是中国人 大家会不会很吃惊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其实从托兰朵这个名字 已经可以知道它究竟在哪里来的 托兰朵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波斯文 它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 托兰其实是指一个曾经属于波斯王国的一个地方 而后面的朵其实是来自波斯文 Dot 即是解作daughter 所以托兰朵整个字的意思就是 道兰的女儿 所以托兰朵应该是一个波斯人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一个中国故事会用波斯文 来和主要角色去命名呢? 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其实是来自波斯的 而在那时候很常用一些托兰朵的名字 去帮来自中亚地区的公主去命名 事实上这个故事的其他角色 譬如是卡纳或卡纳的爸爸 Temu 这个名字也是充满波斯的特色的 甚至在歌剧中有个角色 就是Prince of Persia 波斯王子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大家便会了解到 波斯王子为什么无端端出现 在中国的故事呢? 其实是绝对不出奇的 因为整个故事根本是来自波斯的 今天我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Turlander这套歌剧 有其他的看法或者分享 不妨在下面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吧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